日本連續六年 蟬聯粹移居城市 吸引人口移入 卻也帶來交通擁擠 廢棄增加等挑戰 政府預估 未來三十五年內 人口會翻倍成長 應付氣候變遷的挑戰 勢在必行 聯邦廣場 當地人最愛的聚會地點之一 一年舉辦活動超過兩千場 在熱鬧表象底下 藏著大量的永續概念 灌溉花園的用水 還有沖廁所的水 都直接來自上天 廣場外設置一個個黑色水桶 用來蓄積雨水 雨水再透過水管 直達地底下的微型水庫保存 在聯邦廣場底下 像這樣的大型儲水桶 有八十八個是專門用來收集雨水的 每年至少可以省下百分之五十的用水量 地底下還有個秘密迷宮 鋸齒型的混凝土墙 雨衣回回 總長一點二公里 在夏季傍晚時 先引進涼空氣 讓迷宮變涼爽 白天時熱空氣 通過迷宮會逐漸降溫 變冷的空氣再經由地板 排放到中庭等公共空間 往上走 在廣場的屋頂赫然看見一個個白色風箱 讓蜜蜂回到市區 支持物種的多樣性 也拉近自然與城市的距離 墨爾本所處的維多利亞州州長高調宣布 要在二零五零年前實現零碳牌目標 屆時不再使用燃燒煤炭來產生電力 並且設定在二零二零年前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達到百分之二十 此外也積極鼓勵家庭使用綠色能源 澳洲非常缺水 碰上乾旱季節 省水省到連洗澡都要限時 一開始確實讓來自台灣的我大開眼界 可以看到上面有寫個water 這是水公司會發給每個家庭 這樣子的一個沙漏 鼓勵您在洗澡的時候就把這沙漏給倒過來 在沙完全掉完之前洗完澡 而這樣的時間差不多是控制在四分鐘之內 一開始用的時候大家都不習慣 因為我們以前洗個澡都是能洗多久就洗多久 可是慢慢慢慢你就會覺得說 欸 你有一點壓力 好好看看已經快要漏完了趕快洗啊 諾淑貞跟先生陳佳榮搬到墨爾本三十幾年 從不習慣到入境隨俗 省水早已融入生活 像限水第四階段 政府規定不能夠用自來水澆花洗車 唯能洗的只有車牌 因此在他們家都用雨水澆花 環保概念儼然變成體內的DNA 除了雨水澆花外 國庇殘渣不浪費 用來當成有機肥料 屋頂還有安裝太陽能板 平均每天可發七到八度點 至於新建案設計更強制規定得融入 節能減碳概念 否則連建照都申請不到 像這個離市中心15分鐘車程的新社區 打出是世界第一個特斯拉城為噱頭 每戶房屋都會安裝太陽能電池 跟特斯拉的儲能系統 號稱讓能源的使用量降低34% 尋求從根本改變使用能源的方式 延續環境的永續性 期盼天空更藍水流更清 要讓移居城市的榮光延續下去 TVB的新聞許國昂 張靜麟 在墨日本的採訪報導